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 已經是星期六 跟大家說一下 大陸最近 一個字很出名 叫做潤 由於上海封城 令到很多人都覺得 此地不宜久留 在上海很多 歲月正好派 你看我們國家多好 多繁榮 多富強 有錢在上海過著神仙般的生活 物價也不算很貴 所以很多人覺得我們很嚮往上海 我們看到香港的藝人蔡小芬 在上海租豪宅住10萬元 很豪華 10萬元在香港租不到很大的屋 在上海就很豪華 然後我們叫楊千華整家要移民到上海 說到上海如何如何 一場封城 徹底打破了一些 相對有錢的人 他們那種想法 不僅如此 大陸的很多富豪 紛紛就想辦法離開中國 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主角 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一對中國的富豪 當然一對就意思是他們一對是夫婦 以往很多七七豐雲的大富豪 都沒有辦法離開中國 例如王健林 例如 楊慧賢 即是說一個碧桂原家族 他沒有辦法在高位套現 逼櫃原家族 十幾二十多元的股票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潘石屹 蘇豪中國 他當時 在香港的內房尺寸 算是很小 但是 他 他 很成功地把很大塊的錢 調了過去外國 成功 在外國拿著現在那筆錢 其實已經是變成大錢 相比起許家人 相比起王健林 相比起其他人 他已經算是 成功人士 好了 這次要跟大家說一下 潘石屹 張恩夫婦 中國房地產 大亨 在紐約 低調建立了他們的家族辦高室 名叫做Seven Wallis 彭博報導 在紐約市曼哈頓中城區 叫做 聖柏特里克大教堂對面有一排的別墅區 中國大型地產集團的 潘石屹夫婦 即是謀劃 如何將這些 巨大的 財富 由中國轉移出去 張恩和潘石屹把SOHO中國發展 重塑中國地產品化的龐然大物 後來他們離開中國 在紐約也低調建立了 Seven Wallis的家族辦公室 Seven Wallis 其實 是一個波斯語 是他信仰的一個宗教 叫做巴哈伊 這個宗教的創始人 用波斯語寫的本書名 什麼叫巴哈伊 也要跟大家說說 其實這個 創辦在伊朗的宗教 是一個 信服上帝的宗教 他又叫做伯哈派 以前的名字叫做大同教 教義可以看他為上帝唯一 宗教同源 人類一體 巴哈伊的信仰 由巴哈歐拉 在伊朗創立的1863年 百多年前 在中東地區傳播 巴哈伊也可以說 接受巴哈伊信仰 並按其準則生活的人 這個宗教也算是 不是很大的宗教 最多人相信的這個新興宗教 應該叫做魔門教 那麼他 基本上 他們的這個宗教也不算很大 他們現在目前有500至700萬的信徒 在很多地區都有 集中最高就是印度 以及伊朗 他們不知道怎樣去接觸這個宗教 我們不多說 我們先說 潘石銀 張欣夫婦 他們 當時在北京 或者 中國全部都是以一些很高端的 以高級的品牌來建立的 不論是 豪宅 不論是寫字樓 都是很高端的 高端路線 高檔路線 他們倆婆婆 也在紐約的黃金地段 兩個最大的代表性資產 拿著第五大道 通用汽車大樓 以及中城公園大道大樓的股份 即是入股了黃金地段的股份 彭博的億萬富翁指示 數據指示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崩潰之後 只在這兩項 這兩項的資產市值高達50億美金 同一個夫婦 在北京SOHO的中國持股 差不多 即是說 他轉了出去的資產 只在這兩項都值50億美金 你想想他多成功 我們想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潘石日 張欣 兩夫婦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蘇豪中國 成功可以金蟬脫殼 將他們的資產轉移到外地 其實最大的 原機就是來香港上市 因為來到香港上市 資金自由流動 也可以在香港 套了的現金就可以轉移到外國 是很輕鬆的 當然 他也很懂得走位 因為 他 當時 在香港上市之後 立即派股息 他自己拿著這麼大的股票 當然是代代平安 然後就把錢轉移到海外 套了的現金 也減持股份 不單止這樣 為了保住他們在北京的 那塊 因為他們在北京 即是在中國的股份也很大塊 蘇豪中國 在大陸的資產也不少 當時就說 打包100多億美金賣給黑石 結果 大陸政府反對 不讓他 不讓黑石買 不然他就收了一大筆錢了 當然 最終這件事很大機會被中國政府充公 但是 如果中共充公得他夠錢 意思 也可能會放他一馬 現在兩夫妻可以說是中國有錢人之中最韌韌的那個 除了馬雲 因為馬雲錢給他們大很多 馬雲 最高紀錄有幾千億資產 交回八成給黨 自己也欠幾百億啦 十世都吃不完啦 基於馬雲那麼多錢 他 變成他可以捨棄一大塊的資產 但是其他地產富豪就不行了 因為以往的 例如黃建林 許家印 楊惠賢 碧桂元 他們的資產 曾經膨脹到過千億 現在縮水縮了九成 可能只剩下百多二百億 甚至乎許家印應該是資不抵債 相比起這些大陸富豪 潘石屹 他以前蘇豪中國不算是很大 但是 現在 一來一回 人家貶值 他就沒有貶值 甚至乎在外國投資上升了值 所以他是可以說當選 最成功的中國富商 很多時候 大家都明白 錢 在中國不是你的 因為你只要離開了中國 錢才是你的 這個可以說跟潘石屹的出身有一點關係 這個外面沒有人留意的 潘石屹 曾經是跟著 中國首遍 謀其中 去 起家的 跟著他打江山 你應該說 他在謀其中身上 找到很多靈感 還有起碼看了一件事 是中國 你絕對不安全 隨時有機會被人打倒 隨時有機會收屁 所以 他 肯定是吸收了謀其中的教訓 有錢 但是一定要 拿走 離開中國 之前 蘇豪中國最重要是想賣最後一塊資產 就是 想把 這筆資金 將中國的資產 全部賣給黑石 最終 中國政府反對 不讓他 不讓他 繼續買賣 他只能夠 不讓他買賣 這筆資產消失了 唯有支持遲善事業 做回明星 你看看我們做遲善事業 反而 大陸政府就不會再搞他 既然你也是 交低贖金 我們就不用動你了 所以 他們兩夫妻很聰明 肯定是 看到謀其中的 最終那個不幸的結果 所以 他們 很會走位 大陸的有錢人很多很多 懂得資難而退 急流勇退 又或者 懂得在高位套現的人 好笑 這個潘石屹 這個張恩兩夫妻 真的可以說是 十分之厲害 他之前的兒子曾經發表過一些事情 被大陸政府說要通緝他 說要動他 在印度 在印度 搬家錯湖 那些人的死亡數字 到底是嗎 被人家搞 但是 全部都走到外國 全部都走到外國了 你搞他就搞不到 況且有錢的人 就捐些錢給你 讓你不要出聲 也是那句 有能力的 盡量要走 因為你不知道下一步習近平會做些甚麼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我們來談 我們來談 就是 Galala